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政府允许攻读硕士和博士的研究生返回校园继续展开研究 欧洲部分国家的民众反对封锁措施发起示威 呼吁政府重开经济 新闻一开始来关注我国的新冠肺炎疫情进展 今天我国新增22起确诊病例 累计确诊病例达到6894起 另外今天没有出现死亡病例 卫生总监的敦东西上指出 今天新增的22起病例当中 有5起是境外输入 其他17起是社区感染 22起新增病例当中 有9人不是大马公民 今天有59人康复出院 累计康复病例达到5571起 治愈率达到80.8% 目前我国的活跃病例有1210起 其中有13人在加护病房 7人需要呼吸器辅助 截至昨天中午12点 我国的新冠肺炎活跃病例 疫情红区依然维持7个 而从绿转黄的疫区 则是增加3个 有一个地区 也就是刮拉雪兰娥 从黄区变成了绿区 随着刮拉雪兰娥的活跃病例归零 目前水州共有两个绿区 包括刮拉冷月 而国内7个活跃病例疫情红区 依然是水州巴达林 吉隆坡巴都 吉隆坡市区 甘榜巴鲁 半山巴 四美兰林茂 以及沙拉越古晋 而3个原本是绿区 但却变成了黄区的地方 分别是吉隆坡梦沙 彭亨金马轮高原和云冰 另外 我国北部州署 例如槟城 玻璃市 吉打和吉兰丹 以及东马的直辖区 纳敏 依然保持零活跃病例 目前 最多活跃病例的 五个州署和直辖区 分别是森美兰 吉隆坡 雪兰娥 柔佛和沙拉越 国防部高级部长 Datisri Ismail指出 政府已经同意 允许攻读硕士和博士的研究生 返回校园 让他们能够使用大学的设备 继续展开研究 这种活跃病例 另外,Ismail指出,国内所有学校,包括私人学校和国际学校,都不被允许在有条件新管令期间恢复上课. 他说,国内的私人学校和国际学校也都需要遵守我国的条例,暂时不能复课,否则教育部在调查后发现有关的学校真的复课,则是会指示该学校关闭。 国防部高级部长Dr.Ismail指出,昨天尝试跨周回乡的交通工具多达1248辆,比起前天的508辆,数目增加了超过一倍。 对此,他提醒民众不要试图偷偷跨周,否则被警员开出罚单的话,必须缴付一千令吉,得不偿失。 本来就对海派1248辞去团阅周,不适合猜疑哪里。 本来是多对海派12,不适合救出,不适合则 aller说,尽我再次称快出席,不适合键顿周,不是适合的那种区份预出的行为,哪里。 另外,Ismail说 酒吧和夜店都是属于娱乐场所 而目前依然是被政府禁止恢复营业 所以民众如果发现有酒吧或夜店重新营业 可以向地方政府举报 无论如何,昨天共有132人 因为违反行动管制令的标准罪程序 因此被逮捕 所以他也提醒民众不要为力 否则将面对1000令吉的罚款或是被控上法庭 还有几天就是开斋节 首相丹孙姆一定早前已经宣布 开斋节期间严禁跨州 为了确保人民遵守条规 吉兰丹警方将会在开斋节期间 在丹州的入境处加强执法 吉兰丹总经长的杜花塞尼的表示 警员将会确保只有被允许跨州的人民 可以走过周边界所设的路障 除此之外 执法当局也将会继续在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边境 加强执法 同时当局也会确保 不会有走私的物品 以及非法外劳进入国 国内多个巴刹陆续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引起人们担忧 为了保障业者和消费者的安全 登交楼卫生局已经为共保物批发巴刹的小贩 进行新冠病毒检测 目前没有任何人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 当周卫生局局长No Azmi表示 当局已经分阶段 为共保物批发巴刹 超过300名伤犯 进行新冠肺炎检测 结果显示 所有伤犯对病毒呈阴性反应 通过这次的检测 当地伤犯希望民众能够放心购物 同时不要再散播谣言 传巴刹有人感染病毒 早前社交媒体谣传 共保物批发巴刹出现新冠确诊案例 传播者是来自吉隆坡市 来让批发公司的一名运送蔬菜的罗里斯基 不过登周卫生局已经对此做出否认 国内多个地区的鸡肉售价 从原本的一公斤五令吉五十仙 上涨到一公斤九令吉六十仙 引起民众怨声载道 对此贸销部副部长 德罗苏罗西证实 该部已经接获有关的投报 并且已经向唯利的商家发出警告 对此贸销部剧 所有唯利的商家将在统治品法令 第21条文下被控 今年一共有11种食品将在开债节 被列为统治品 贸销部长德罗阿雷森德 将会在星期二公布完整的统治品清单 随着落实顶价机制 政府希望能够帮助人民规划花费 迎接佳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续来看国内消息 5月17号是国际电信日 我国通讯及多媒体部长 德塞夫定 趁着这一天提醒国人 在使用互联网的时候 必须记住三个要点 那就是安全性 警惕性和责任性 以维护思维正面 和理智的社会 塞夫定在国际电信日的这一天 也向人民指出 政府通过通信及多媒体部 实施了各种措施 以便加强国内的电信基础设施 每年到5月17号是国际电信日 而今年的主题是联通目标2030 利用ICT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关注利用信息通讯技术 来加速社会 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增长 吉达州苏丹苏丹苏丹萨利胡定证实 伊斯兰兰人纳里州议员 穆罕默撒努西 在取得多数议员的支持下 今天开始出任吉达州 第14任州大臣 根据吉达宣法第37条第6款条文 苏丹已经在本月17号星期日 接受战斗苏丹苏丹苏丹 死去大臣职位 和其他行政议员的辞职 吉达州政府秘书战斗阿玛说 苏丹在5月15号 已经接见所有吉达州议员之后 获知穆克里斯已经不再获得 多数州议员的信任 随着穆克里斯辞职 苏丹已经委任 获得多数支持的 穆罕默撒努西 为新任的州大臣 吉达州政权 今天正式落入国盟的手中 对此国阵总秘书 丹苏丹安王穆萨表示 国盟将会继续努力 确保能够继续巩固政权 而他也感谢前任吉达州大臣 对该州的贡献 可能有一次 也是联邦直下区部长的阿诺穆萨 是在阁地里派发开战节援助品时这么表示 针对珍妮周期补选事宜 阿诺穆萨透露国阵将会参与补选 候选人提名人选将会在近期公布 新闻结束前来听听 由18位来自沙巴的大马艺人和网红 一起唱出的抗议歌曲开始期待 他们希望透过歌曲能够为这一次的疫情 带来更多力量 迎接疫情后新的常态 新的世界和全新的自己 我是黄康星 感谢收看华语新闻 祝您晚安